大家好, 歡迎來看這條demolecture for CPA Australia 我主要說是financial reporting 我先介紹自己, 我叫Vinnie 可以看看我的報告 其實我都教了financial and corporate reporting很多年 學生遍布大資院校和 Big 4 相信也許有你的朋友都是我的學生 如果看了这段影片,记得和我先例访一下 我都喜欢和同学有交流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希望当时你要报班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有电邮内网 我希望最重要是帮到你考试 好,可以的话都可以讲一讲 今天我的主题主要是 CBAA的Financial Report里面的其中一个模组 总共有7个模组 我里面就抽了Module Story里面的Position 希望跟大家讲一下 读Accounting Standard主要是读这几样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包括Definition, Recognition, Measurement,和Disclosure 好,可以的话我们也事不宜遲 首先第一,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一份Study Guide 我上读的时候主要是Selling Guide 当然里面有很多页 我会显示一些重点 同时一说完一些重要题目之后 我都会立即过去Question给大家看 希望你将你学会的知识 Apply在Module Choice Question的身上 那就最好了 好,可以的话就来吧 刚才说到读Accounting Standard 最重要一开始就说了什么 先说了几个Definition 先说Position 其实我们口里面经常说是拨备的 其实拨备的 主要主要是说 我未来要买件Asses 所以拨备备够钱 明年去洗 并不是这样的 主要来说就是为了我们将来要负责任 一些好像负责的东西 其实Position也是一个Liabilities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Liabilities 但是你又不当它是什么Payable Crual 原因在于就是它的Uncertainty 比较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我们试园街里面 它有很清楚关于那个Definition 它就说 我们要知道包括刚才说过的 就是一个Recognition Disclosure 就着它的Nature 和这个 Timing Likelihood 等等 这些我们都要知道的 其实这个Definition 主要就是这里 我说一下 其实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Uncertainty的问题 就是说 在我们要给的银码上面 在我们要给的时间上面 Timing 什么时候给 有个Uncertainty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比较多变化 所以你的Castification 就落到Payable 那就是因为它的Uncertainty 比较多 那其实你在公司里面 有个人兴兴 当然清楚知道 究竟它的可能性是高 还是低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出现了 在这个Accounting Standard 在公司里面 比较多人的concern 就是关于 那个 入数的准确程度 所以 当中也出现了 很多的机会 给一些管理层 就是没有 咕弄低的数字 就是可能 明明这件东西 个人数据很大 你不应该入数 他就入了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希望他想 弄好一盘数 或者这么说 不是如实报道 所以 其实就 会在这里 当中也说到的就是 就是希望 就是 就是 将一些 uncertainty 整大了 然后从而 影响到 区域 应该要入的 可能没入的 或者不应该入的 都入了 从而令到数字 不能反映到真实现象 OK 好 而 在下面 都讲 关于 相关的Accounting Standard 很多同学都会 concern 这个Accounting Standard 对不对 这些评论是 IAS37 当然 你要知道 这个考试是 open book 所以 你考虑一些东西 是有了自己 增强的信心 好了 那可以了 跟着再去 你说 在这个星期内 是不是所有的liability 都会这样入呢 其实 在这本书都很好地 会怎样呢 就讲回 关于 scoop 究竟哪些诗 会包括在内 下面的诗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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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看看 那 不包括的 就是这个 这里 就是 Ada OK 其他 有其他的standard 会包括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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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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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联益利益 还有这个 contigent consideration 这个是来自business combination 还有就是revenue revenue也是一个很大的topic 也是在module 3里面 不过我今堂就 暂时我只拔了position 跟大家讲的 ok 这个也可以 不可以的话 我就去defination 大家又看一看 ok 好 那么defination 希望大家记得到 你不会突然欠人钱的嘛 因为以前有件事 搞到你今天欠人钱 将囊就还钱了 这个可以有个timeline的想法 所以呢 好 看看 defination 你见到有present obligation ok 不会突然欠人钱 记住 ok 记住这句 那么 这里我不要退一退 有点执着 我只想要直接黄色 ok ok 好 对了 这里叫做presentobligation 对吧 但是不会突然欠人钱 是因为什么 以前有件事 有past的events 以前有件事 导致我今天有个责任 我将来要还钱出去 所以过来有个transfer economic resources 记住了 以前有件事 导致我今天有一个责任出现 将来要还钱 ok 有个timeline的想法 好了 那而为何要入presentobligation 你不进去accrual 或者payable呢 刚才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liability 其实是 有一个uncertainty 在哪里呢 在timing 或者是amend 上面 在一个时间上面 或者在一个暗号上 有uncertainty 所以才放进去presentobligation 但是uncertainty 真是很大 包括在amend上面 那个银码上面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如果去到这样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我没理由看看了 下面他说得很清楚的 他就说 如果那个degree of uncertainty 真是相对高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 没办法可以入到数了 ok 没办法入到数了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就需要 classify as continent liabilities 就是一个滑然负债 其实classify as 一个滑然负债的话 就是说 叫你不要入数 但是我们是需要披露的 ok 那这里我相信都可以了 这样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看看 这条question 因为刚刚我学了defination 就是第一部分 可以的话 当然你会看到 他下面有一些question 但是在students guide里面的question 比较多 他都是在concept上考你的 你说这些考试的话 那些question 会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他其实也不会 放些pass paper出来 但是我们很多的书商 都会准备了很多question 所以我上课时都会 cover 其中一本书 起码都是bpp出版社的 其实我迟些上课 都会给大家很多question 希望大家粗熟的巧笑感觉 那得过呢 我先去一下 刚才我说的书商 bpp 好 那我进去看下了 那么呢 想大家去看一看 这一条question 那就是第16条 那我就退下了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 好 那得过呢 麻烦你看看第16条 答案应该是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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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应该是哪个 好, 应该差不多吧? 那这题目里, 我就是围绕defination 如何才设立当栏盛? 我不会在此买选择的所以第一部分 就如Cors of Major Refuse 三年后要买, 我们没有计算 三年后一个refit 到时才算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alternative 例如什么呢? 可能你买个电话 三年后其实都会坏的 那你会怎样做? 三年后会坏 要么是你维修 但是你可以选择的 就是不维修 买个保身的 所以变成这些维修费 其实我们就不会make provision 因为position 我说到是一个obligation 是一个责任 是你必然要做的 你没得抵赖 没得有其他的option 好了 接着第二个 其实看看 他就说 关于电费问题 电费问题 他说他有reference 之前的quarter 就estimate了大概几钱 这个就不是充满了 uncertainty 是吧? 嗯 这个我想我们平时 入电费 很像是provision 是吧? 你可能入定一个accuero 就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不是provision 好 接着第三个 第三个 他就说 就着我们货就收了 是吧? 但他说 单单 就还未收到 那 其实你一向 韩国supplier 买开货的话 大概你知道 amends是多少 其实uncertainty 是不大的 遲些就有张单给你的了 和上面的电费差不多 都是遲些有张单 东西就用了 是吧? 你要入货 uncertainty 其实一点都不大 amends on timing 你也大概知道的 所以这个 可能你也认为 一个accuero 或者一个payable 比较合适些 ok? 所以呢 ABC都不是的话 那最后 嗯 你可以看到了 这里就充满着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话 大家去看看 首先第一 你是有卖过货品 ok? 有卖过货品 但是卖完货品之后 有卖就包换 还有如果有维修费 我也会承担的 最重要是你卖的时候 连同你的保养 warranty 一起去做 因为以前有件事 卖了东西给人 还答应了有坏要维修 而导致我今天有责任 将来如果他真的坏的话 我就怎样 我就需要去维修给钱了 所以这个 expect the course of meeting warranty claims 这个呢 很像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timeline ok? 所以答案呢 ok? 那做ABC的时候 有时真的 不能太急的 你真的要看完 那么多个option 所以可能有一个 很心疑 一看下去觉得很像的 你也要 看一看其他 是否真的完全不可能 要不然选错答案 就真是惨了 ok? 那我们小时候 都试一个 好了 那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回到 我们那个 student guide ok? 好 刚刚好 要做了什么呢 就是第一部分 defination ok? 可以的 我们再去 跟着呢 我们就去这个 warranty condition 那 这个defination 是不是可以入得数呢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呢 在开头说过 有时候那些管理层 没有高楼低 是不是 说的uncertainty 说到好像很大 或者很小 而到之 入数的时候呢 就不正确的 所以其实要 撕到以下三点 三点 我们才入数的 你可以看看 ok 好 那可以的话 再来的 那三点呢 希望大家记得 它 包括刚才说的 就是 retirement的认识 ok 就是一个past event 以前有件事 而导致今天有责任 什么呢 就 将来要付钱 所以第一个呢 是past event 导致一个present obligation 而第二呢 就是 是不是真的要付钱呢 都很高的机会 probable 有一个outflow of resources probable的意思呢 就是 机会要大过一半 大过50% 而第三呢 就是 你说很欠人钱嘛 要还多少呢 我都大概知道的 ok reliable estimate 大概知道多少 ok 第二中在三点才可以 记住 欠点 欠点 尤其可能欠点 例如 c那点 我真的不知多少 但是我会知道 将来要还的 如果真的欠点 你又不能入数 刚才说的 就当什么 continogen library 就是完全的负债 ok 好 那可以了 我们就继续去 那其实 可以跳一跳 看看后面的版 当中呢 就说了 你以为要 估算那么多 有些什么uncertainty等等 那 其实呢 这个information 在我入数当日 应该要在手 才可以的 所以呢 他说呢 我们要 找一些证据 令到我们觉得 要入数 这些information 是什么 可以是from events 这些 events 包括是在 ban sheet date 之前 和之后 我们都要concern的 但是呢 当然不会说 差了一年之后 我才知道的 今天已经入数了 我不是才知道的 所以呢 这个时间性 它缩在哪里呢 就是在 reporting date 和当你 可以将financial statement 出街的日子 中间发生的 譬如 我当我12月30日 买数 我出到街盘数 可能要3月31日 中间这三个月 由1月到3月 里面的资讯 令到我知道 对啊 那些evidence support 我应该要入position 的话呢 这个我都要考虑在内 OK 而刚才说起 那个责任问题 obligation 记住 刚才我说过 你买了个电话 回来 三年后坏 我可不可以做好 撥鼻啊 不需要 不需要 因为大部分人 都应该三年后 买个新的了 OK 所以这里 作为公司 记住 怎样才有obligation 是没有一个practical ability 没有办法避免 走不掉 就是你了 即是被逼的了 OK 那这些 逼着要还的事 怎样会发生的呢 因为包括 可以有以下两个问题 那这里呢 我先试着一转 先试着先 那包括就是一个是叫 obligation 可以是legal obligation 或者叫legally enforceable 是吧 那就是在法律上 有个必然责任 比如同人签合约 OK 或者是一个法定的要求 那你还可以走 对吧 好 那接着还有没有 那还有就是第二款的 第二款的 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好像是深深的 好了 那就是这个constructive obligation 这个就不是法定要求 而只是你以往的一些行为 令人觉得你 哦 如果我这样做 你应该会有这样的回应 那就说 比如刚才我说 你卖了货品的话 是不是有坏包换 那可能在你公司的政策里面有写明 或者没有写明 但一向你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令到对方有个合理期望 你是一定会履行你的责任 那所以这里 好 先看一看 那就是一个valid expectation to 或者in other parties 其他人有个合理的期望 你这间公司是会履行这个责任 包括可能卖衣服先 可以的了 没有单都不要紧 我认得你的了 你回来现在换 那些责任 那些责任 它不需要写明 一向以往的惯性 做法 ok 所以下面都写得很清楚 它可以来自 是一个的 past practice 或者 写明的 publish的policy 例如你买衣服 揭后面的单 单后面可能写明 可以的了 三四日内 他随其一间分店都可以换 那些都写明了 但是法律暂时 真的没有那么好 cover 说明有坏包裹这件事的 不关法利是 是他的政策问题 ok 又或者是什么呢 又或者是下面 就是说他希望 他这么好的做法 希望保持一个 好的business relations 或者可以表现到 这样才对人公平 你这么有良心 那当然有一定的policy 是吧 ok 那这个也可以 那可以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去 那还有没有再多一点 那刚才说起 就是probable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对了 我真的要的可能性很高 我才能入数 那怎样才叫高呢 那下面当中有说到的 有个字眼很重要 就是outflow of resources 是要more likely than not to occur 应该会发生多过不发生 所以刚才我先说了 对啊 这个应该是怎样的 应该是要大过50% 那才叫more likely than not to occur 是吗 嗯 嗯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再看了 那里面呢 又说到呢 那里面呢 可以先呢 挑 先我挑一挑 到这里 下面了 reliable measurement 的部分 嗯 那 那 当你说 可能性问题 那也是的 那接着呢 然后他就说了 我们呢 要估计 因为uncertainty 那所以的话呢 看看这件事是否常常都发生 那因为每一件事发生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outcome 所以他可能有range of possible outcomes 那如果你清楚知道 有多少的outcome的话呢 那我们呢 才可以做一个estimate的 对吗 ok 好 那 可以的话呢 好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去一去 一条question 看一看 嗯 那可以的话呢 我又过了过去 我们的question里面 那今次呢 就希望你看一看 这个的第十五条 ok 那这条会难少少啊 好 麻烦大家立刻看看先 啦 一整个一条 啊 啊 那 咋 人 咋 你 ...... ...... ok后面就可以了 这里留意题目里问你一件事 首先第一订明日子 什么时候订明日子呢? 就是在02年12月31日 下面有三个计划 然后要选择2-3而已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说明年2月 我们就会有一个维修 这里留意了 又是那句 存好钱留下明年来装修 是不是必然的? 你真是没办法选择的 我们才做 我想好像很厚一点 明年才做这件事 今天我暂时有一个责任在 所以一肯定就不是答案 当你一见到一不是的话 那便立即拜拜了 第二个说明年10月15日 公司就决定了 要把其中一个计划 要收拾了 然后18号说明年 这个维修都已经是 维修了 然后他说客人都通知了 对了 那顺手呢 20号就出了 这个redeeming notice 给staff 即立即遣连 那这件事呢 全部是 before 10月31日做了的事 是不是? 还有 你已经 告诉所有人 包括客户 还有受影响 最重要的 可能是staff 是不是? 所以很清楚 你要负责任 那你要给大信封人的话 你的负责任就是 给牵牵牵牵 是不是? 所以第二 就是了 但是呢 第二系的话 那究竟是 这个A 还是这个D OK 所以要看第三个部分 那第三个呢 比较特别一点 那他就说呢 在新法例底下 那他说 作为公司 就会怎么样 去install improve sound 的proving 在他的factory里面 在这个3月31日 OK 这个又是明年 明年的时候 那他说呢 亦都是新法例 那但是 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现在是 是 02年10月31日 而已 在这一天 可以约个责任才行 那你想想一下 这件事 是不是之前的事呢? 就算是pass event 而导致obligation 是不是又是unavoidable呢? 那这里你看到 他说 他暂时都没有做过 什么都没有 OK 所以 可能是pass event 但是 这个就未必是 passing obligation 可以吗? 所以 最后结果 答案呢 就是a 第三个 都未成立得到的 OK 嗯 好 这里也可以啊 那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到去 先 看看 那我们就回到 cilling guide OK 那我们又去看看 一些东西了 那跟着呢 要学的呢 刚才刚刚说完 就是少少matchement 是不是? 那跟着呢 就是 刚才说的 what condition 那要量度的时候 那我们经常都说 不是猜的嘛 OK 我们有个名字很好听的 就叫做best estimate OK best estimate 最佳预差 那就是作为一间公司 很理性地 知道我要找条数 或者要将这个的债务转让的话 大概要给的钱 OK 给的钱 那都要看回不同situation的 那如果你说 这件事呢 以前都发生开的了 那譬如你买东西 你可以买了 10年了 那大概 都知道有多少人会 要退货回来的 那这些large population of items的话 那我们就要平衡一下 所有possible outcomes 然后找出相关的expected value 那题目会提供有很多不同的scenario 每个scenario的出现的机会率有多少 或者可能需要付的钱有多少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好 跟着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单一事故 single obligation 不是说 以前我惯了啦 OK 要卖东西 不是啊 很多时候题目里面都是说 我被人告 你不要跟我说 一向被人告开的 是不是 就很有经验的了 大概要赔多少钱 那这里呢 他就说 如果是single obligation 你就不用考虑所有possible outcome 你只需要考虑一个 一个 就是最有可能性的一个 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呢 就留意了 那你可以考虑一些 给大家看完 那这里就有说到 就是啊 都要看回一下啦 你有没有同类型的经验 在以前 那或者呢 是来自一些expert 给的report 那你就知道 价钱是多少 足够了 准确啦 还有记住刚才说的 不要只是bounce day 当日的资讯才看 其实呢 一些额外资讯 那如果是bounce day 之后 小小事的 小小事的 刚才说的 是before你的financial statement issue之前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内的 OK 那如果你说 或者有很多很多的possible outcome的话呢 那有个maximum 有minimum 的话呢 那我们就很中容的 拿中间的值就可以了 拿中间的值就可以了 OK 嗯 好 那可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完这个 OK 那我们呢 跳一跳去question 给大家看看 今次呢 我要去那条question 就是这个 第23条 OK 好 大家都应该看到吗 好了 我先退开一点点 嗯 好 麻烦来看看 这个第23条 请不吝点赞 好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应该可以了,看回题题目里 其实我们就是被人告 说要赔成Mill 这个是被人告 还未完成的 就着本书 因为出版的时候引起了问题 现在他就说在 00年10月31日的时候 其实导师也已经找人看看 他说被人告入罪的机会有多高 他说是两成的 接着就过多一段时间了 到11月30日 他说当日那盘数也认识了 当日导师也确认自己 会被人成功告到 是三成的机会 好了,那现在记住了 我那排数是10月31日 那现在问一问 那应该要预计多少数才对 好,那刚才说过 如果这个是一个大群人 的话,你就是每个的 outcome 都要考虑 对不对? 但这个被人告 我说过了 你不要习惯被人告的 对不对? 那这个单一事件 单一事件就找个什么? most likely outcome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其实你现在看看 要么是两成的机会 又或者是三成的机会 这也不是most likely outcome most likely是什么? 有机会两成被人告 那就是有八成是保识 对不对? 所以想想一下 可能是80% likely 你是一元也不用赔 ok 所以答案就会是 A意思硬 ok V要留意 最重要是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single obligation 所以处理就会这样 ok 好 那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吧 那回到studying guide 那我想说完 就是最后这一部分 就是刚才说的 那你知道的 是measurement 我想你也要知道 那个disclosure 那其实呢 他就说了 都要紧要的 因为uncertainty比较高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我都要想一下 这个考试呢 其实是一个 move choice question 所以disclosure 都可以考得到的 那我们要知道 就是要明白 为什么要入 他uncertainty多少 和呢 有时候你要决定 就是他那个的 outcome 计算数 也有很多的subjectivity 那在刚才说的 入税就好 入多少都好 都有很多的judgment 那现在呢 说回了 disclosure 最基本要有 就是下面这几点的 那我们看看 那包括呢 就是那个carriage amount 是多少 跟着 今年额外有 入到的position 又有多少呢 呢 那入了 都要拿出来 用的 今年又用了多少呢 有多少reverse 回出来呢 跟着记忆呢 其实这些钱也有时间值的 所以呢 如果你当中要计 利息 intre expense 就是这个discounting 那些东西放在这里 那还有呢 也都需要呢 就是简单地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入这个obligation 的nature 你expect的timing 是什么时候 要还 那还有也都说清楚呢 uncertainty在哪里 在个银码上面 还是在个timing上面 还有没有一些重大的assumption 你要说呢 还有 会不会 你说有需要给钱出去 会不会有钱收回 因为保险等等 expected reimbursement OK 那这个都可以了 那这样可以的话 然后呢 可能会说 那真是很威胁多的 披露 对不对 但原来呢 他有一个很小的exemption 那我先截截在里面 先看看 那先看看 这个呢 就是这些洞的位置 那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洞的也要说呢 因为呢 其实呢 他的题目 是可以 cover整个student guide的 所以呢 你真的要懂得找一些洞 那所以我上课的洞的也教你了 好了 那这里是讲的exemption 有办法可以不用做disclosure 有 有 但是呢 他说呢 这个机会是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那我来看看 就是了 那在哪个位呢 那他说 如果呢 这样披露出来 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position 这个呢 是和其他的party 有一些冲突在里 这个会令到大家会有wires的话呢 那就 嗯 披露 那他说呢 这件事呢 是很少见 很少见 那他说 你放心吧 disclosure是惯性来的 那他说呢 如果真的这样的情况 你不能完全不披露 那披露少一点 所以呢 那我们说回那个争拗问题 是什么事 还有呢 都要说回那个原因 为什么呢 这些informations 不能够去披露 ok 那这个就是disclosure 可以吗 嗯 那我今天的分享 大致是这么多了 那我都去回我刚才那份 powerpoint 好 好 好 当然啦 如果你说 我都很兴趣 啊 想要missi的课 等我自己考试 可以快点去合格的话 那当然很欢迎啦 那么呢 在那个萤幕里面 都已经显示了 相关的information 了 ok 好 希望未来 不够将来 可以见到大家一起上课了 嗯 好 多谢大家看这条影片 好 bye